她是首届亚解冠军,在凭借美貌顺利出圈后,她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角色,例如《情剑山河》中的周家敏,《成吉思汉》中的贝尔铁,《西施》中的诗意光。 她就是演员李燕山,不可否认她在事业上的确有着很高的成就,在巅峰时期王祖贤都成了她的陪衬,可见她的地位有多高。 然而正当大家期待她能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作品时,她却在巅峰时期嫁给了家暴男刘勇,事实证明她的确看错了人,婚后她过上了苦不堪言的生活,不知现在的她是否后悔过当初的选择。 李燕山到底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经历,如今的她过得还好吗? 在荆棘中成长,李燕山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中,父母是平平无奇的打工人,一家人虽不富裕,但好在非常幸福。 不同于别人重男轻女的思想,她从小就受到了父母的宠爱,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她的处境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 在当时那个较为落后的年代里,父母陆陆续续为她添了好几个弟弟妹妹,而她作为家中的老大,从小便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。 在父母悉心教导下,李燕山变得特别懂事,平常除了勤奋学习外,就会来到父母所在的生鱼店帮忙。 久而久之,她成为了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,此时的她也对未来充满的美好的想象。 在时间的流逝下,她出落的愈发亭亭欲立,出众的美貌引得无数男生为她驻祖,而她并没有谈恋爱的想法。 然而就当她想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时,不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了。 在一个平平无奇的一天里,李燕山正在自家的生鱼店帮忙,而星探赵润琴一眼就看中了在角落干活的她。 当星探看到她天生励志的容颜后,忍不住夸赞她有座明星的前置,于是便开始说服她进入娱乐圈。 起初她表示拒绝,但在对方的坚持不屑下,她逐渐对娱乐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 为了早日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,李燕山最终同意了星探的请求。 在对方的指引下,她凭借天赋顺利进入了邵氏一人培训班,并与之签订了三年的合同。 然而就当她在幻想着未来美好的星图时,现实却狠狠给了她一击。 走上成名路,当她满怀欣喜走进娱乐圈后,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想要成名有多么不易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她都陷入到了跑龙套的循环中,见此状况,她开始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。 恰巧此时亚市正在举办亚洲小姐选拔,而她为了能够早日走上成名道路,于是便自作主张报名了亚洲小姐的比赛。 幸运的是,李燕山成功凭借这场比赛夺得了冠军。 当她名声却启示,她也有幸获得了邵氏领导的赏识。 一瞬间,李燕山就从岌岌无名的龙套演员一跃成为最有潜力的知名演员,公司为了捧红她,毫不吝啬地给了她很多资源。 而她也正是凭借西施变得小有名气起来,在这之后,她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经典作品。 其中《喜宝》的上映更是让她的知名度上升了一个层次,很快她就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时刻。 在出席商业活动时,她稳战西位,一旁的王祖贤都成了她的陪衬,可见她的影响力有多高。 然而正当大家期待李燕山能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作品时,她却在巅峰时期选择了嫁人。 婚姻惨淡收场,若是寻得好伴侣的话,大家肯定会祝福她,然而她却偏偏爱上了一位家暴男。 在拍戏过程中,她与刘勇殷戏生情,二人很快就陷入了爱情的漩涡中。 然而他们这段感情却受到了大家的口诛笔伐,原因在于刘勇有着家暴男的称号。 在这之前,她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甚至曾因划伤前妻的脸,而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辱骂。 可以看出,她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男人。 这些证据足以表明,刘勇并不是一个好伴侣,然而陷入爱情漩涡的李燕山,却丝毫不顾大家的阻拦。 在事业巅峰之际,李燕山选择了与对方步入婚姻的殿堂,这个决定为她落寞的后半生买下了伏笔。 婚后二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,然而就当她沉浸在爱情的谎言中时,丈夫却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。 当李燕山事业仍然处于蒸蒸日上之际,丈夫开始道德绑架她,做妻子就要有做妻子的样子,言外之意,想让她放弃自己的事业,回归到家庭中来。 李燕山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,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这让无数人感到可惜。 然而就当她幻想着对未来美好的期待时,丈夫却越来越不着家,而她也开始有苦难言。 婚后不久,二人就生下了一儿一女,然而孩子还是没能阻止得了刘勇的花花公子的心思。 在有段时间内,媒体突然爆料了刘勇与好几位女星有不正当关系的新闻,这让她顺时间感到晴天霹雳。 不过为了孩子,李燕山最终还是忍了下来,然而忍耐换来的却是丈夫无止尽的家暴。 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,她才迫不得已选择了离婚,婚后她独自抚养起了一双儿女。 距离她离婚已经多年过去了,现在她过得还好吗? 如今现状,离婚后的她为了抚养孩子长大,最终选择了付出,然而想要翻红谈何容易。 虽说风光不似从前,但好歹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抚养儿女成长,这也算得上比较如愿。 近日,李燕山在网络上更新了自己的近况,可以看出她的状态非常好, 期待她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作品。 不可否认的是,她在事业上的确有着很高的成就,然而却因为遇人不输,毁掉了自己的星途,真是让人感到唏嘘。 回顾她的一生,从普通家庭出身到一步步走上成名路,在这中间她经历了很多的坎坷,现在的她终于苦尽甘来了。 祝愿她在健康生活的同时,能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作品。 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 喜欢文章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。